这块类似长这样子 反正就是一个电话号码 然后呢底下可以让人家输入 1 1到0 就是这样子 然后有一个米字键 有一个紧字键 有个清除键 那当我按一下1 上面电话号码会出现1 2就出了2 有点像模拟电话号码的一个功能 OK 不过他的最大 最大的那个问题是说 这个地方 怎么样放 在这大概OK 就是输入一个Test View 但是底下的话 它会有三个 那三个的话呢 要变成什么 一次就三个 一次就三个 那如果说你要快速布局的话 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做好一排之后 把它复制 复制复制 做一个样板就可以了 其他的话都一样嘛 然后可以再把上面的ID 跟名称做变更 所以这个地方等一下再来看 那刚刚那一题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 我发现同学 比较容易做错的部分 大概就是说 切换 也许预设的模式 有没有 他的那个 专案的浏览器 预设是enjoy 那当然你可以 怎么样 就是说 刚刚同学 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切到那个 那个 就是油吧 可以先放这边 然后呢 切到那个project file 有没有 他会自动跳出 你现在的目录 资料夹 那刚刚有发生过一个状况 就是说 同学用那个 project file 这个模式 他一直看不到 这个东西 那有几种做法了 要不就是你到那个 这个 专案的 根目录去把这个砍掉 否则他没有办法新增 再不然后来好像 换了一种模式 什么模式 切到project 居然就看到了 在project file看不到 在project居然看到了 这个我也不太理解 他这个 因为他这个很多模式 那每个模式 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其实 各位可以自己再去切换看看 那当然标准模式是enjoy 应该没问题 那其他模式 只是说有些 不同的模式 他会有些显示 有些不显示 大概慢慢习惯一下 这个操作环境 那再来就是说呢 你可以切到我们 最后这个画面 假设说你这边 国旗都出现的话 那理论上 应该将来你在 模拟器 上面看到的应该也都是一样的 我想应该没太大问题 就是把它做一个执行 他会帮你打包一个APK 装在模拟器里面 当然最好是你手机上也可以try一下 也许你把它手机上执行过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后面未来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练习题 你也可以再把它改出 这个所谓的那个多博语气部分 那这一题我们大概先打住 反正流程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往后我们建议一个APP的流程都差不多 所以未来也许我们会慢慢再加快一点点脚步 因为一个APP不外乎就是这些动作 你把这些动作熟悉之后 只是说增加更多的可能元件的使用 也许我们现在只用到像这个是TestView AdTest 顶多是一个Button 那未来还有很多嘛 比如说像是底下还有这些啦 像单选的 有没有 像多选的 像这个什么呢 常用的像Image Button Image Button 你可以用它来取代那个Button 差别是说它上面会有Image 可以放图 或者是什么Image View 然后呢可以产生那个Progress Bar 比如说你那个下载进度百分之多少 然后其他之类的 这边还有一个WebView Spinner 这个Spinner就下拉清单 然后还有相关的东西 也许你们慢慢的去稍微了解一下 那我们会针对这些元件的使用方法做说明 所以等一下这个第一个先打 第二个的话呢也稍微了解一下 那个我前面所做的所有的动作 这上面都有啦 请记住啦 如果画面不知道 可以稍微参考一下云端上面 程式如果有错误 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那如果实在做不出来 也许你可以先利用我的先当程式 比较稳定的 反正先可以Run出来 至少你可以Run出来啦 你不要说第一次都Run不出来 你要去修改 先可以把基本的先Run出来 然后再来做修改 那至于你要怎么修改 不过如果说你担心修改之后 把原来稳定的弄坏掉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原来做好那一次 先备份起来 那备份的方法 因为它这个备份工具其实不是很好用啦 所以 而且好像没有像那个Eclipse 这么方便复制贴上 所以目前我知道的方法 就是因为 因为我是放在这个底下 然后这边不是有一个 我刚刚建的那个KM 不 CH03这个 那如果你要备份的话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是这样子 复制到这里 OK 那你可以建一个 因为目前我还是不太清楚 它到底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没有什么 比较好的那种备份的模式 如果没有也许用这个方法 OK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要接着继续来看那个第三章的 另外一个范例叫多按钮 那多按钮部分的话大概就是 我们需要的画面 也许第一个 先把那个 我们需要的这个部分布局先做一下 那里面大概长这样子 界面 OK 然后 再来就是说 去设计它的程式 然后也许后面还会有所谓的 多国语系部分 好 这边有多国语系 OK 那各国语系 然后 那还有其他 OK 好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把前面的部分先ending 那待会我们接着 继续来看那个多国语系部分 那个多按钮部分 呢 那 好 好